接着我们看第三场赛事 第三场是四班14米 这一组的叶满也有点转换了 开飞最热就是帐盒的2.9倍 过渊关就很分了 上到3.2倍 最后阶段是4.2倍 富泉大师开飞3倍 过渊关就2.7倍 最后阶段虽然回回一点 但是它是大叶满 3.7倍 尤其亮灯也挺匹马 精彩 由11倍到9倍 进益线就由9.3倍到7.2倍 第三场是四班14米 好了 起步的时候 金碧科最慢那只 出得快点 外档红衣服 赢得精彩 快点点 内档那边闯高峰都快 再接着中间是富泉大师 贴蓝就涨合起步 也挺前 然后标之智卫 它转了马房 外档埋近来的大红心 马群中间黄衫红帽 标迎奥汉 最后一阵的马 闪耀中华 金碧科的外档涉上一些 外叠那只是欢乐小指 然后有视力 后些堆位置的马 还有春风得意 晨光勇士尾矣 暂时电口没办法 你排外档慢慢要先放入内档 这是进益线 入文兴湾前面 精彩带了一头 大红心守着第二 扑着第三创高峰 然后富泉大师守着第四位二叠 接着马帖兰的帐盒 标之智卫 跟着他三叠标迎奥汉 接着那一阵是金碧科 甚至闪耀中华 走出去外档 暂时是欢乐小指 然后那一阵是春风得意 有视力 正出外档的马 晨光勇士 包括这个晨光勇士 暂时有点脱折 进来章盒直挡的时候 前面很精彩 步速在第三转 后来充满 给他回回气 走得挺顺 这时候是内档 率先发难的帐盒 走出去外档 富泉大师有位 但期内不算很厉害 中间闯高峰 还没全关掉 最爆发的时候 前面还是晨光勇士 不断 追他帐盒 暂时没过到他 后边富泉大师 冲到这里也差不多 反而马群中间 晨光勇士追到上来 前面章盒 终于过得很精彩 他中间第一名章盒 第二名上到来 晨光勇士差点追到 第三名是很精彩 第四名是富泉大师 莫雷拉当然好 但这场比赛都跑得不错 晨光勇士 十四档 其实真的不是档位赢了 他真的要兜路 又要成功 看他怎么跑 赤蓝色帽 红眼罩 今天的十四档 是很难跑的 A加三蓝 莫雷拉那只好位 内南跟着前置马 第六七位 虽然进到直路找里面 有点危险 但今天巴道真是醒神 通常以往抽外档 让他走 对 他发挥得比较差 这场他很肯涉 今天不是 就是了 早段立刻缩到尾 然后在内南找位 没错他第一场也告诉你 不用说 所以说 投场已经见到 巴道 今天投场告诉你 有 不过这场就有查询到 巴道的跑法 因为他直路没有开边 不过我觉得也很合理 看看他进直路找位的情况 他走内档博位 其实这里隔开的匠盒也挺远的 他也做了 但是他要这样跑 他走外面 他第二哪里有 因为可能这里不开边 开边下边比较迟 不过这样他就没有位 再看看他要再等多一会儿 还没看得到 其实这里已经站不到到终点了 其实整场马 他哪里都下不了什么 那你可以说 现在在内南 其实他当然有位置下边 但其实你看到 他没有开边 但是马鞋骑下去 那个追前的反应其实都相当好 没大问题的 而且他那时候 其实他还在看哪里有位置 这个位置就是因为他没有位置 你不可以尽情施展 当然是 到有位置这儿已经是最后阶段 翻译时间了 头段13秒85 第段21秒64 第三段13秒34 末段23秒15 总时间1分21秒98 其实这个带着一个问题出来 就是是不是一定要开边 其实跑马可以Henson Hughes 尤其现在外国基本上是限制用边 甚至想说到不准用边 那么准备 那是不是一定要用边 其实我觉得他其实真的没有问题 马鞋骑得很好 他遵律遵律遵律得很好 用边是不是一定帮得到 也未必的 我想真的看情况 而且也看看 究竟那只马 跟竞争的马匹 大家的位置在哪里 骑斯本身一向的风格是怎样 才可以去判别 那回来问鲍道 他也是这样说 其实他在内南那里 一直手足吹拆的时候 马已经是交到很好的反应了 然后他最后 他要等一些位置 在脏合外侧那里出来 那时候那只创高欢又很靠近 所以在那一位 他就没有办法下边 他要再等一会 才真正望空 但其实那时候已经是差不多到终点了 对啊 他望到空的时候 已经是因为到终点 其实那个位置都很窄 拿不到条边出来 还有我都相信 如果以巴道今天那个跑法 动机上没有问题 因为你不能够十四档走外叠 反而肯涉过都是进取的 只不过就是说 空间不够他 看得完 那他去那边的话 可能落了两边 你走到前面有幅场挡住 那你可能影响到稳率 所以可以理解的 这场是 浩然说过最重要的 你看他整场的走位 他在意识上是没有问题的 最重要是这件事 不觉得他有任何问题的 那这一场 就回来就发现那只标之智卫 气管内有很多龙痰 而且就发现他存名症 又发作了 那先聊到这里 休息一会再看第四场